发展武器装备是我们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做出的决策 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相关舰艇入列与地区局势无关 也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中国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这一政策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